接下来的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国家发展部其实有在推行一个 无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在周末的特定的时段 把一些市区的一些马路给分起来 所以让商家可以利用外面的空间 以前填土填海 以后可能要向空中发展 或向地下发展 这个面馆是他自己住家的客厅 没有租金 他卖的面就比其他把餐馆要便宜一点 所以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要多运用想象力 当然我们在可能在政策方面就要跟得上 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锁定早报.sg